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当然今天我们也想看一下IQ Lizivision实操的一些运动员的案例 因为Lia就是觉得运动员他们在赛场上非常有竞技性 就是非常competitive 很多的运动实际上必须要求你的身体素质很好 那眼睛说实在你不可能瞎着去投球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NFL有很多的这个顶级运动员实际上都曾经在这里做过手术 我们来看一下图一哈这一位呢是NFL的place kicker 他的名字叫凯福巴斯 然后他曾经在多支NFL的这个球队里面去这个效力 然后呢也获得过他的年度踢球首奖以及NFL的第一特殊队员奖 There's a goal kicker,Kai Forbath Kind of a Bronx Chief I'm Kai Forbath I'm an NFL kicker currently played for the Los Angeles Rams last season IQ LASER has been absolutely amazing to me It helped me book appointments And get me in here In and out quickly Y know a lot of information I never left feeling likeI was going to be scared or nervous Coming into this procedure So I can't tell you how annoying contacts and 他之前呢我有看过咱们这个网站对他的介绍 他说他一直都在赛场戴隐形 然后后来呢是在两年前在这里做了LASIK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橄榄球这么激烈的运动 他做也没有问题吗 没有啊平常这个角膜板也是很稳定 过了两个礼拜已经恢复很好 我们现在做Smile更好 因为没有那个角膜板 没有这是一个小伤口 后来恢复了就没有问题 那你说像他们都可以戴隐形眼镜 为什么会来去选择做近视矫正呢 因为你看每个人戴隐形眼镜都戴得不太好 你看在球赛里面他们在打篮球的时候 有时候掉下来 他没有办法就放回去 对对对对我也就是这样 用口水放回去 没有办法 现在有一个Max Cruz 现在在NBA final 他有那个EVO ICL 他现在他是专门投那个3pointers 他现在也是好像今年的statistik比去年好 因为他刚刚做EVO ICL 有可能就说这个近视角色手术 帮他助长了他的比赛数据和他的表现 那您觉得运动员近视的多吗 因为在我眼里就是感觉运动员 他们应该都很好的视力才对 对对对 我想因为他们近视是比较少 可是如果他们有近视要带引擎眼镜 他们觉得就是做雷尽视力矫正 还是经体注入是比较安全 真的有一个报告我最近在看 报出来已经过了八年了 每年在美国 美国不是世界美国 有100万的角谋的infection 因为是隐形眼镜的 100万 所以我们现在是有3000万的人 在带隐形眼镜在美国 不是6000万的眼睛 6000万里面有100万的眼睛 有那个感染 明白 所以他的比例还是蛮高的 对 所以有infection 当然就是有可能就会长一个角膜疤 如果是不是很轻的就没有问题 可是昨天我刚刚做雷尽视力矫正 我一个病人 我们就考虑要拿一个所数比较好 他两边眼睛都是有角膜疤在里面 因为他以前带隐形眼镜的 给大家来再重新回忆一下这概念 什么叫角膜疤 角膜疤就是角膜是透明的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有一个infection 肝染 但那个bacteria会吃掉一点点那个角膜的tissue 所以你里面就硬掉了就变得薄一点点 过来那个地方最重要的是不平了 所以就是变成歪凹进去了 所以不平 所以你那个灯进来到你的那个角膜 过来那个灯要focus在你的视网膜那个黄斑的地方 可是那个image就是不清楚 过来那个地方 后来就是像你的皮肤一样 如果你有受伤在那边 有时候长回来不是平平的 有时候是有变颜色 所以角膜都会变成 平常长回来会变成白白的 那是角膜疤 那你昨天做的病人实际上就有这个角膜疤 对 所以有一个是在外面没有这么影响到 我们还可以做lasic Smile太多角膜疤就是 不太适合做 所以我就一边做lasic 第二眼睛本来是要做prk 因为有时候那个角膜疤会影响到我们的lasic的聚光 可是这个情况我看很多次 我觉得不需要做prk 做lasic 所以我们就做lasic 它现在效果很好 对 所以话说回来 这个运动员的这个眼睛它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长时间 那已经已经造成了感染 产生了一个角膜疤 所以他就是更严重 还不如直接就是去做近视矫症手术 那其实同样选择近视矫症手术 尤其是在IQ laser vision做手术的还有很多NFL的这个player 来看一下第二张图 这个是亚里桑那的红雀队啊 他是个很典型的美国港带球运动员 因为我有看过他的维基百科介绍说他这个人他又壮而且速度又很快 可以说视力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他也是在几年之前选择了半非秒lasic 在这里我也是觉得很奇怪就感觉好华人可能会更多做Evil ICL或smile 好像这种美国运动员他们做lasic会比较多 对因为在美国我们的technology有时候比别的国家慢 哦谢谢 因为那个FTA就是很远没有批准 所以这个smile是批准四年了 那个Evil ICL最新的最安全的晶片刚刚批准一年多 可是在别的国家已经批准了八年到五年了 对所以别的国家开始做比较多 过来我们就看他们的效果好不好 我们就我就 所以我跟很多那个别的医生在别的国家都在联系 所以我看他们的效果怎么样 嗯 过来我们拿那个information来这边我自己做 过来我们自己也是做几个report 所以我常常在就是演讲 所以我下个月就是要他们请我去台湾 对大家可以讲一下 讲一个讲座 对对对 嗯明白了 也就是说这个 我在小红书上经常有看到过一些人在讨论 就是觉得美国医生相对来说都比较保守 说做PRK 说我们国内都没有听过过PRK 在这边居然要做PRK 实际上也不是说是因为医生保守 是因为技术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更新快 那相对于我们诊所来说 实际上是走在技术比较前沿的 PRK是最旧的technology 已经30年了 做了很容易 可是不好的问题是要恢复 恢复的时间要他等到一个月 还会恢复到lasic跟smart的第二天的 过来有时候恢复也是会长脚疤 有时候恢复会没有这么平 有时候恢复比较慢 过来恢复的时间也是会很痛 所以平常如果我们有别的办法 做那个Evil ICL 我们为什么要做PRK 就是角膜太薄 还是我们觉得那个角膜的形状不太好 有可能比较多机会 有这个叫kericolus 就是在肉眼球 我刚才说的那个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有这个风险 特别比较年轻的人 我就推荐做Evil ICL 在美国就是平常很多高度近视的病人 就是开始是高度近视的人做Evil ICL 现在到300度也是可以做Evil ICL 在日本50度到100度就可以做Evil ICL 是的 在日本No.1 procedure是Evil ICL 第二是lasic 他们刚刚批准smart 所以他们慢 他们就很奇怪 台湾都是本来是lasic 他们最近三四年前开始做smile 他们现在smile已经50%到60%都是smile lasic比较少 可是他们Evil ICL还没有批准 在中国他们是三个都是做很多 因为中国近视人比较多 对 可是他们是世界做最多的Evil ICL 可是他们的percentage是差不多25%是Evil ICL 大概35%是smile 45%是lasic prk是1% 明白 那我们也来看运动场上有一些亚裔的神射手 来看这位郭洪志 他是洛杰基道奇队的这个明星 也是在这个图片的这个左下角 那郭洪志大家也都知道是属于华人当中的佼佼者 而且是华人的骄傲 他是在08年还有10年是all star的参赛选手 而且在10年获得了国家联盟的这个道奇的 No.1的这个救援投手奖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般就是神射手他也会是近视眼 所以他们都是靠肌肉记忆的 是这样的吗 如果要是有近视角色手术可以帮他们improve这个performance 对当然就是因为你戴隐形眼睛特别你有闪光 那个隐形眼睛的fit不太好 然后还会转来转去 然后眼睛比较干 所以最干的就是戴隐形眼睛 所以有可能就是long term有什么后遗症 actually是隐形眼睛 可是普通人不知道 因为你小的时候不想戴眼睛 如果你12岁你不能做类似四角针吗 就是还在增加吗 所以我们就帮你戴装那个隐形眼睛 到你18岁91%的病人可以做类似四角针 因为肚子已经稳定了 可是那时候已经习惯戴隐形眼睛了 过来你觉得还好 没有什么特别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就继续戴隐形眼睛 过来你要做类似四角针 要一次要发比较多钱 所以你就OK我们就等 所以平常我们就是知道有这个类似四角针 可是我们就在等 怕还是在等 过来就是没有做 就拖了拖很久 到你有一个问题 就是隐形眼睛 特别干还是破掉 还是有感染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朋友就是很做过 你就很感动 你就去做 对不对 平常没有这几个东西 你就一直戴隐形眼睛 明白 那实际上除了运动员之外 有很多好莱坞明星或者是网红 他们可能都会选择做近视角针手术 之前可能像大家都知道 Taylor Swift 之前做了LASIK 他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视频 还有包括是像Kim Kardashian 他也是有做过近视角针手术 而且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 也是纠结了很久才去做 做完之后觉得爱真香 还有一位是利亚很喜欢的 这个模特网红叫Indian Gan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四张照片 India他其实做的也是EVO ICL 对吗 他的度数不太高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像他们这种美妆业 或者是说像时尚行业的人 也是比较需要去做近视角针手术的 跟我们普通人一样 因为他们戴一些眼镜 也是戴的时间会比较久 对 如果你有这种工作 很多人都是戴了很久 不是明星还是谁 可是他们做 当然他们是有名 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做 很多那个什么 我的朋友做Ed Sheeran 那个pop star 在那个英文 我们知道Tiger Woods也是做过 就是很多人都是做过 可是他们做过你就比较知道 还有Acheles Vision非常特别的一点 就是他也是医生最信任的诊所之一 我听说咱们诊所也是有给一些眼科医生去做手术 当然了 对对 很多眼科医生 眼光师 很多那个牙科 特别要看很准确的 对 所以因为那种的情况 他们99%的视力 他们有可能不够 因为我们的要求要特别 特别要很准确 所以这种的病人 我们是告诉他 都是有可能恢复不好 可是他们到现在我做20几年了 我还没有一个病人 就是做那种的行 是说他们不满意 明白 那其实在中国的话我也看到有些人就讲就说不要做进行角色手术 你看眼科大夫他都自己戴眼镜的 如果那个手术很好他为什么会自己戴眼镜 那其实丽雅看到一些解释 首先呢就在中国的一些大夫他是习惯戴眼镜了 再一个就是说像林医生讲的 如果这个诊所不能够保证他能够百分之百的恢复很好的话 这真的会影响他的职业生涯 不光是包括运动员 或者说像美妆博主 或者说像更是医生这样的职业 是必须要求视力非常好的 所以呢能够被医生选择作为近视矫正的这个诊所 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他的实力在的 那么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继续了解IQ Laser Vision做的这些案例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扫描二维码 并且打电话来联系预约 目前的话如果是在预约之后 想去做手术的话 都有一个1000美元的费用的减免 感谢林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节目算 我们下期节目不停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个分歧 Fraser 这两 trosつ也有莥坚所 感谢适时 他ほgt 我们下期节目